很愛喝手搖杯 我從小到大 我都是 然後我記得我在我 20歲左右的時候 去看醫生 醫生也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就想說我看一下 因為我腸胃不舒服 他說我再看一下 你其他的器官 他就看我的肝 那時候他就已經 我才20歲 他就跟我講說 你有肝 然後他就說 你不可以吃太甜 你也不要吃太鹹 然後你要早睡早起 你要做心正常 然後所以我從20歲到現在 我都一直很 就是盡量不要吃太甜的東西 但是我的中圍 還是一直都是比較寬的 健康檢查 但第一年的時候是比較嚴重 就是 那第二年開始我有健身 所以我健身之後 但是他只是說 脂肪變少但還是有 所以其實脂肪肝 其實還滿恐怖的 所以我最後是因為用 低 低糖飲食 然後再搭配健身 然後脂肪肝才有比較 就是沒有整個包住我的肝臟 我們講說脂肪肝 他就是肝臟的脂肪變性 他就是在發炎 他脂肪肝是不是都不會痛 不會有感覺 可是他這個發炎 如果你長期之後 還是會變纖維化 像台灣現在很多人 因為奇怪也沒有A肝 B肝 沒有C肝 他就變纖維化 就是因為就是 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那有什麼症狀嗎 沒有症狀 就只有坐超安波才會知道 那怎麼預防啊 就是不要再喝 健康好生活 健康好生活 也就是多代謝的問題 那我分享我的個案是這樣 我曾經有一個 三十多歲的男生 他也是因為一個 肝功的問題一直在很困擾他 這半年來一直高高低低 我們肝指數大概標準是 四十以內 他都是一百多 最近兩百多 大概四五倍這樣在跳 他為什麼會很擔心 因為他本來是 畢形肝源代言 後來有一次 有一年某一年驗到說 他畢肝好了 已經轉陰性了 他沒有畢肝了 可是他還是很擔心 去反覆去找很多醫生檢驗 醫生幫他查 有時候查看看說 藥物性肝源 酒精性 他說沒有 沒有喝酒 那甚至查到說 A肝 C肝也都沒有 那再往下查的時候 會查到 所以我看他驗過很多 很厲害的東西 自體免疫性的問題 真的有時候懷疑到說 出一些特殊的感染 或是一些職業傷害 都沒有 我就說為什麼你們 沒有去想過說 你只是 單純的脂肪肝 所以肝發炎 因為他超安波就是看到脂肪肝 對 不往這邊去研究一下呢 就請他你空腹我們來抽個血看看 驗個血糖就好 膽固醇 尿酸 結果驗起來他才30多歲 是有糖尿病 他體型不胖 他糖化血容素已經破久了 所以他是有一定程度的糖尿病 糖尿病的病患 超過一半的物質感染 所以你肝臟一直在發炎 所以你肝脂肚永遠不會好 你不應該說 一直在反覆地吃肝藥 因為醫生都會開肝藥給他 那肝藥可能對他 到最後吃到都沒有效果了 所以你應該把你的重點放在說 我們開始來努力多血糖的控制 做你的糖管理 你開始做一些飲食 運動還有藥物 那脂肪肝其實一直都說 他沒有藥物 可是這幾年我們有一個血糖的用藥 確實有幫助到脂肪肝 可是那血糖的用藥 他脂肪肝是可以改善的 當他血糖進步 糖尿病進步 胰島素阻抗性降低 他脂肪肝慢慢改善 肝脂素就一向一向降下來了 所以他找到問題的時候 原來不是以前一直說 好像擔心B肝復發 擔心什麼問題 是因為糖尿病的問題 你講的是降血脂的藥嗎 有一個是降血糖的藥 那個我補充一下 就是那以前我們糖尿病的基底用藥 叫Mephomine 也對脂肪肝有一些幫助 那現在其實台 在美國的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有新的藥物 是口服類似膽酸的化合物 那些也都可以 對脂肪肝有治療效果 但是我先跟大家說 這些藥都是用來治療 脂肪肝嚴重到肝脂素 不正常的人 假如你是單純的脂肪肝 就是你肝脂素都正常 像英文這樣子的 原則上你還是要靠自己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什麼有一些飽肝的食物 大家說要改善脂肪 怎麼改善呢 你應該要多吃一些 含牛黃酸 還有附有維生素B群的食物 像是 那一般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多吃一些 蠻蛤蠻蠻 還有十字花克 像花椰菜 高麗菜 然後像這個 這些東西裡面 它就是像蠻蛤跟牡蠻 就含有蠻 還有很多的這個 剛剛講的牛黃酸 那這個超米飯 就有維生素B群很豐富 那這些就是所謂的 保肝飲食 它可以幫助你 抗氧化 下降肝臟的發炎狀態 然後它牛黃酸 可以輔助膽脂的分泌 所以讓你油脂消化好 這樣子的話 久而久之 你油脂代謝好 脂肪肝會下降 有一天 有一個50歲的中年男性 他是醫久 然後再過來 那他們家人全部進來 所以我覺得家人全部都 就那一區會發光 因為他的太太 女兒都很漂亮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很有錢 他們的裝扮看得很有錢 所以就金光閃閃的 可是最亮的是這個病人 禿頭嗎 還是 黃膽 黃膽 黃膽到金色 然後他的 對 他的眼睛已經是螢光 就是像電影裡面 那種外星人的眼睛 真的 太恐怖了 變成那個SIMPSON 真的 就是他整個是黃膽 這樣子 那我覺得怎麼可以黃成這樣 那他那時候來是說 他們其實前幾天 但他覺得肚子不舒服 所以他肚子太脹了 一看就四個 然後整個肚子都是附水 非常的硬 像一個已經 然後我就幫他放附水 我們通常肝硬化 放附水 或是肝癌的病人放附水 通常那個水 還是像尿尿的顏色 但他的附水流出來 是咖啡色 那我那時候就查了一下 他其實是一個多月 快兩個月前 他就開始黃膽了 然後他們家人就是 就是發現他覺得肝不好 所以他們家人還 他們知道誰跟他們說 哪裡的補品 又貴又好 他們就會買 他們也負擔得起 就越來越好 後來才住 才到我們醫院 然後住院 然後中間他的膽指數 從十幾變成二十幾到三十幾 三十幾的時候 還洗過肝 這個也是自費的一個療程 結果還是洗不下 家人還找了那個 是不是要換肝什麼的 結果還是找不到 那個可以換肝的人 終於找到有一個家屬 他願意幫他換肝 結果那家人 所以他還要先減肥 可是也評估了他的這個速度 太快了 我們根本失控 所以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我抽了他的指數 結果居然是 我覺得你應該也沒看過這種指數 沒有 五十七 黃膽指數 一般我的經驗超過二十五 大概都會走掉 五十七是這樣 因為正常的黃膽指數只有1而已 正常是小於1 五十七 那五十七是什麼 真的很高 對 其實就是 等於就是沒有肝的 肝已經全部都壞死 肝細胞已經全部都壞死 然後他那個時候 肝功能也壞掉了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 肝腎症候群 非常急遽 一個多月快兩個月 後來就查了一下 住院那些抽血 所有可以造成肝壞掉的 還有包括癌症 什麼都檢查都沒有 所以就是因為他 愛吃肚皮這件事情 對 然後後來那時候 我就跟他家屬說 你們要不要住院 那家屬就說 這個住院會好嗎 我說也不會好 所以我也沒辦法逼你們 要不要住院 後來就去看病人 結果病人就跟我說 我說那妳知道妳的病情嗎 他說他知道 我說那妳準備好了嗎 他說他準備好了 然後就回家了這樣 對 你看他 古代誰吃補品吃得最多 就是黃帝 黃帝通常都是活不久的 被嚇補 好 我們看第二樣 大腦的保固期 20年 我們有一個測驗 然後要測量 就是你可以 多快把這個連線連起來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 鼠牛虎兔龍蛇馬羊嘛 然後就依照順序 像鼠就是1 牛就是2 然後依序 豬是12嗎 對 沒錯 所以瓜哥要不要來測驗看看 等一下 從第1個開始 好 那就順 然後就再用生效的順序這樣 14 49 10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看我們的一個 腦部的一個功能到底還不OK 我們要1 2 3是連下去 對 那連的時候會動到什麼 你的眼睛 你的協調等等那一些 所以這個整個 如果你畫得出來這樣子的話 是這樣 這100分 而且速度很快的話 證明你的腦 還沒有到錯話 還很靈活 這個也沒有太難吧 你看豬就連12嘛 狗是連11嘛 對不對 對 可是它有箭頭耶 但你的很不複雜耶 陳榮醫師為什麼還有箭頭 狗要畫到12去 它有延續性 它有延續性 這個遊戲其實很簡單就是 我們1 號碼接生效果 接到什麼就是數 2就是牛 3就是虎 所以第五個開始 龍一直連下去 那這個就是剛 這個會測驗到我們什麼 我們的一個邏輯 我們的記憶 我們知道說1 2 3 4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12生效的排行 是什麼樣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 眼睛還有我們手的協調 所以這個如果你可以很快的完成 證明你的腦力 是一級棒的 所以它才會有這個 來 你幫我拿一下 所以它為什麼 這個11是狗嘛 它連續性要畫到12去 對 12才會往這邊 豬 要這樣畫 那就結束 對 所以你看 雞是屬於10 那雞是連11對不對 應該要連11 對 雞要連11對不對 對 那11就連到狗了嘛 對 所以我畫這個 我們剛剛是以為連連看 對 可是我們現在找東西 常常會想不起那個人 就比如說那天要找 對 找一個演員 就知道大家想不起 可是知道他旁邊 跟他演的女主角是誰 對 你知道嗎 那個女主角是誰 然後就去查那個女主角的作品 再從她的作品裡 去找那個男主角 這還滿常會發生的 其實很多就 那我們就失智症跟老話 其實兩個是在某種程度上 會有一個重點 你剛剛提到過 如果這個東西 譬如說你是誰 我姓黃 他說 會的醫師說記得記得 就是你一點點 Cue的給他之後 他就記得後面全部的事情 他提醒之後 馬上記得起來是OK 可是有些就是 你怎麼跟他提醒 你剛剛做了什麼事情說 剛才吃飽了 沒有 怎麼沒有吃 那就有問題了 那就可能就是失智症的問題了 對 我們出生之後 腦細胞慢慢學習 一直到一個程度 20歲左右 腦細胞其實開始做 又開始衰退的現象 對 到 雖然我們出生的時候 我們腦部大概會有 1千億個腦細胞 可是到40歲以後 每天有可能 1萬個腦細胞慢慢地減少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 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就要再做一下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啦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